陳柏惟的英文名字是CHEMPOWEI 你如果有這個名字的境界 柏惟蹭 你名字叫他同樣 你也有事 有一個朋友叫謝志偉 他每天在中國都會去用檢查 結果那個人到來跟中國開關說 欸 每次都弄火 啊你也知道不是我啊 結果那個 開關說沒有辦法 上面交代 上面交代 七月一要開始可以去檢查 路上任何人的個人組織的手機跟電子裝備 韓國也發出警訊 重點是裡面的通訊軟體 只要有社群媒體的帳號 他也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他在Facebook 在IG 在TikTok上面看到你 你在上面講了什麼話 他直接放在一個畫面上給你看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是在於說 第一個他可以做檢控 第二個你就算是帶一個完全乾淨的機子 其實也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他可能扔你的臉就可以跟你的微信綁在一起了 Dade全照安全帽受訪不敢曝光 這位陳先生英文易英和前立委陳柏惟一模一樣 日前就因為這樣被香港海關扣留半個小時 一邊講一邊拿電話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人默默的跑過來 然後把我的臺灣身抽走 這時候在辦港簽的時候就已經有個底說 該不會是真的是因為陳柏惟的關係 因為英文拼音基本上他分不出二聲跟三聲 然後剛好我的出生年份又跟他一樣 所以就是重點關照一下 跟立委陳柏惟的緣分讓這位陳先生在香港海關 歷經驚心動魄半小時 他入境香港的時候就有一點那種 好像學生做壞事然後怕被老師發現的感覺 然後被打人當下其實就想說 哇 死啊 等一下是被關進去呢 還是被原機全返呢 確認過身分陳先生才被放行 他透露英文易英和中國認定的 爭議人是相同就會在簽證上受阻 幫我辦談報證的語訊社有說他們也是友人 因為名字是跟法輪功的一樣所以沒辦法辦 那也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他的兩歲兒子是 名字聽說是跟內地的通信犯一樣 那小房間就是一排人排在那邊迎接 基本上也沒有問話就是下車確認長相OK然後就放行 第一線見到一排人被盤查直呼不敢再去中港澳 中國反間諜新化在7月1號正式上路 過於中國公權力盤查 民眾手機筆電等電子產品更甚至限制自由 楊智淵複查這兩位他們都是莫名其妙 然後就去了大陸就被用分裂國家罪 那他們都不是因為他們在大陸的做了什麼 而是他們不在大陸做了什麼 從反間諜新法到懲戒台獨 中國對台動和力道不斷加劇 也讓國人附中風險大幅增加 因為今天7月1號就是新法正式上路的時候 兩岸之間往來是非常非常頻繁的 年紀大的老人家可能常常去中國旅遊 而年輕人可在中國求學甚至是就業 甚至是台商或是台幹都會面對到這個問題 阿算今天週末有個新聞嚇死人了 說什麼呢有一個人英文拼音叫做陳柏惟 就被抓到小房間裡面盤查 你說不只陳柏惟 還有一個人叫謝志偉也被抓走了 怎麼太誇張 陳柏惟的英文名字是CHEMPOWEI 你如果有這個名字 你名字叫他同樣 你也有事 名字現在有一個說 我有一個朋友叫謝志偉 他每天在中國都會去用檢查 結果那個人到來跟中國海關說 每次都弄火 你也知道不是我啊 結果那個海關說沒有辦法 上面交代 這不是現在才開什麼朋友叫謝志偉 與柱惟代表謝志偉同名同姓 年齡 長相 身材都差很多 可是他只要進出中國海關 就查商被特別招待 他說他抗議了 明明這麼多次了 沒有一個相識 為什麼還要特別對待他 中國海關 其實我們知道你不是那個謝志偉 你經常要把他送 意思就是說 我們叫這些人賠名賠 賠同樣 算你衰 你每天要怪 你就怪說你為什麼要跟他同名 其實從這個七月一號開始 因為他們四月就公佈 七月一號開始 可以去檢查 路上任何人的個人組織的手機 跟電子裝備 就是你的筆電 手機跟筆電 欸這個是世界各國的人 他去都可以幫你檢查 管理第一次 韓國會發出警訊 韓國說 你去那裡 手機筆電 可能去用查 重點是裡面的通訊軟體 對 因為是阿公的阿公可以用這個 叫微信嗎 對 你不要假的 都要用什麼IG 你怎麼會用 韓國常常用的這個軟體 你都很有可能 因為你用這個軟體 而被盤查 對 最近還有一個七十二位 一個老人 韓國人 韓國人 他對人穿背去審陽 結果檢查行李的時候發現 筆記本內附的世界地圖 他的包包裡面有筆記本 筆記本裡面有一張筆記本 聽說有事情 因為他把台灣標示TIWAN的出體字 叫中國趕快 然後把台北 這個首都的這個MARK 叫北京趕快 搞什麼東西 你把台灣當成國家 這個韓國人很奇怪 我只是裡面有這一張 筆記本內附的韓文版 世界地圖 那個世界地圖這麼大一張 那個人一輩子也沒攤開過 既然在過海關的時候 被中國海關攤開來 然後說你這個字體出體 我中國也是出體 你又表示一邊一國 筆記本內附的喔 不是他去買喔 不是丟臉去買喔 只是他趕快是有這張 他買來就這張好 那中國這個公安部當然說好 這樣這樣喔 現在開始啟動全民要白的計畫 全民要白的 他就微信公眾說 我告訴你現在發言說 有人有那個國家安全 議來 這議來誰舉報 一件檢舉 一件檢舉 你想我們最近有一個名罪 叫一個這個中國的女婦大簽 我啊啊啊啊 人工那些女婦給你議下去 你就倒閉了 這不能開玩笑 他給你議下去你就倒閉了 他現在公布說歡迎 鼓勵民眾一件舉報 是 非常謝謝阿川 跟我們特別要介紹 這個認知作戰專家 以及民進黨立委 沈柏洋來到我們現場 柏洋我想問你喔 為什麼要搞得那麼硬啊 就是大家好好做朋友不行嗎 我手機裡面弄些台獨主義的思想會怎麼樣 現在很多台灣人都在問 我去中國旅遊工作 我要不要準備第二支手機也不嘛 我覺得這個是這樣 就是中國叫三戰嘛 這個法律戰 輿論戰跟新戰 這個顯然是法律戰嘛 但是大家可以仔細去想喔 就算沒有這些法律 他以前會不會做這些 會 其實照樣會 李孟居 李明哲都是用這樣 李孟居就說你有拍一個照片 就把你抓走了 對 李明哲更扯 李明哲是說 因為他在台灣寫了一篇文章 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他在微信上面寫 伺服器在中國嘛 所以他認為你的犯罪地在中國 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中國如何民主化 對 這樣就被判刑 這樣也要判刑 所以 這都是還沒有這些法律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做得了這些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普通人欸 對啊 電視機前面你們不要覺得 你們是普通人沒事欸 李明哲跟李孟居 某種程度都是普通人欸 越普通跟中國連結越多 反而越容易被抓 是 因為地方的 因為這個法律出來之後 地方的國安單位他會有壓力 他要KPI 喔 他要抓人啊 他只好亂抓 對只好亂抓 啊抓誰 他不會抓我啊 他那個長得像謝志偉的 才每次都被抓 對或者說他有調查嘛 他抓了 但是搞錯人了 但他至少有努力嘛 有抓動 對所以 常常跟中國接觸的人 反而風險是最高的 是 所以以前我們常常講 之前是舉報要50萬 我們叫行走的50萬 對 那行走的50萬最容易出現的 反而是比較靠近他們的人 因為我跟阿川根本不會去啊 對就不會 舉報我是沒有用的啊 所以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內部績效問題 他一旦有了法律 他有績效 他就必須要做這些事 所以才會看到這些行為 是 第二個是 他也要藉由這樣的方式 要告訴你說 欸我現在通過這個法律 是變得更嚴喔 跟以前不一樣喔 其實跟以前根本就沒有差別 他以前做的事情 現在照樣在做 中國的法律是擺著看的 中國的法律 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說這也是國安部做績效給習近平看的 跟他講我有在立法 對你看那個 當時那個台獨分子 也是國安部 國安部壓著國台辦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要去營造一個情況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 越做越嚴 越收越緊 但事實上其實不是 是 那他為什麼要營造 他其實就是新戰的一部分 也是輿論戰的一部分 他的法律只是一個工具 他藉由這個法律的工具告訴你說 欸我現在要加強力道囉 而且真實發生囉 對 為什麼呢 因為520你談了什麼東西 因為台灣做了哪些挑釁的舉動 他其實最終還是要去連結政治的意向 是 所以最終是因為民進黨政府犯錯 我才這樣做 等到8月的時候 看有誰 拜訪了中國以後 欸好像又比較好了 兩邊又可以交流了 那這個時候他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credit 做給有去中國的 不管是立委啊 還有一些黨公職的人啊 所以他是一步一步來的 坐地起架的一環 先把緊繃程度拉高 未來要塑造和緩的時候 我再把這個法可能廢掉 或是鬆一點 這也是合戰兩手的一環欸 對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剛剛有提到 那是不是帶一個空的手機去就可以 對 基本上不會 因為上次就有一個狀況 他是加拿大的 那他也是帶著 就是他根本就沒帶什麼過去嘛 過去之後但是他問他 他說他在微信上面的帳號是什麼 他也講出來了 他直接把他的那個對話紀錄 投在上面給他看 所以簡單來講 你只要有社群媒體的帳號 他也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對 他在Facebook 在IG 在TikTok上面看到你 你在上面講了什麼話 他直接放在一個畫面上給你看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是在於說 第一個他可以做檢控 第二個你就算是帶一個 完全乾淨的機子 其實也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他可能任你的臉 就可以跟你的微信 綁在一起了 對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說 所以以前我們在營救的時候 因為之前有很多 像我們之前有一陣子是 我不講什麼職業啦 反正各式各樣的職業的人 去那邊 有時候突然消失五天 是 消失七天 我們一旦人群團體 一旦接到通報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社群媒體 全部封掉 封掉的方式是我們直接去 那個通知 像Meta等等之類的 因為要把他的帳號關起來 那邊就沒有辦法看他說 你是不是有分享過 沈不陽的文章 就是因為你一旦有一個證據 他就用這個當KPI 就把你帶走 對 先把他滅證 對不對 所以說我覺得坦白講 這個法案過的時候 對於非常多往來兩岸的人 心理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中國當然希望透過這個法案 來塑造島內訴殺的 我用他們用於島內訴殺的 可是實際上其實會有反效果